日用天良 以年 将临期第二周星期六 德训篇 四十八章一至四节 九至十一节 当时兴起了一位激烈如火的先知厄里亚 他的言辞炽热如火炬 他使人民遭遇饥荒 因他饥饿如愁 使人民的树木大减 他因上主的一句话 关闭了苍天 同样 他也三次使火下降 阿厄里亚 因你的奇迹 你是多么荣耀 谁能自夸与你相似 你乘着火马车 被火旋风卷去 你受命随时被妥 为在上主发怒以前 平息上主的意怒 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 为使雅各伯的各支派 恢复旧观 看见你的人和安眠于爱的人 是有福的 圣勇 八十篇二节 三节 十五至十六节 十八至十九节 以色列的牧羊者 恳求你留心细听 你率领若瑟的子孙 有如率领羊群 坐于格鲁宾之上者 求你大显光荣 于厄弗辣因 本雅明和莫纳邪之中 求你发显你的威能 快来做我们的救星 万君的天主 求你领我们回去 求你从高天之上垂世而连续 求你常看顾这葡萄树 和你右手种植的圆谱 保护你所培养的小树 愿你右手扶持你右边的人 并扶助为你所兼顾的子民 从此 我们再不愿意离开你 赐我们生存 未能传扬你名 马斗福音 十七章十至十三节 众门徒从山上下来时 便问耶稣说 那么 为什么摩金师说 厄里亚应该先来呢 耶稣回答说 厄里亚的确要来 且要重整一切 但我告诉你们 厄里亚已经来了 人们却不认识他 反而任意待了他 照样 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 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给他们所说的 是指的习者若翰 圣经反省分享 德训篇 Ecclesiasticus 是所谓的魏经之一 他是天主教圣经的一部分 但不包含在犹太教 或基督教派的圣经中 不要将他与训道篇 传道书 Ecclesiastes 混淆 训道篇是一本被所有教派接受的书 德训篇第48章第1至4 9至11节的一系列 旧约中各种人物的赞颂词之一 正如新耶路撒冷圣经评论说 这篇赞颂词展示了基督之前二世纪的前程犹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 德训篇第48章第1至4 9至11节的赞颂词是关于先知厄里亚的 他被誉为北国的先知 于公元前869年左右以天主的名义对阿哈布王发出预言 他也谴责对巴尔邪神的崇拜 厄里亚的戏剧性故事可以在《猎王记》上第17至19章和《猎王记》第2章的前两章中找到 厄里亚并没有自然死亡 她是乘着火马车被火旋风卷去 厄里首接过了她的先知一波 见证了这一点 但人们期望有一天厄里亚会回到世上 她的回归将意味着墨西亚即将到来 她是在上主发怒以前 平息上主的意怒 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 为使雅各伯的各支派恢复旧观 耶稣自己非常清楚地说明 墨西亚先驱的角色实际上是由施洗者 若翰担任的 伊撒易亚先知书的一些经文被应用在若望福音上来说明这一点 厄里亚显现在梅瑟与耶稣交谈的显圣荣事迹中 我们可以将德训篇第四十八章第十一节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那些看见你 厄里亚的人和安眠于爱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也一定会活着 那些看到厄里亚回来的人也会看到不久之后就来到的墨西亚 我们有幸欢迎墨西亚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 并向他学习并使之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那些安眠于爱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充满天主的爱就能保证永远与天主面对面的生活 马斗福音十七章十至十三节告诉我们 天主用神迹来表明他将要做的事 习者若汉就是其中之一 他指向耶稣并为他的到来准备了道路 若汉完成了所有先知的基本任务 指向耶稣基督 若汉是救国度 救约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先知 当犹太人期望墨西亚来临时 厄里亚会出现宣告他的来临 若汉扮演了厄里亚的角色 透过宣讲悔改和更新的洗礼 为耶稣基督的到来准备道路 身为警醒的仆人 我们也必须远离罪恶和一切阻碍 我们追求他旨意的事物 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 主耶稣 请激发我对迷的公义和迷的国度的热忱 让我摆脱自满 摆脱与罪恶和世俗的方式的妥协 这样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你和你的国度 阿门 我摆脱与罪恶和世俗的方式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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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